这个是你的吧 说说吧 这学习被叫到办公室几次了 五次了 开学一个礼拜 你被叫来五次了 跑我这打卡来了 回忆回忆吧 上次是因为啥 给童桌贴双眼皮 上上次呢 给童桌贴假睫毛 上上上次呢 给童桌贴美甲 一天天不好好学习 还给童桌化妆 等会儿 你童桌不是大庄吗 那不是个男生吗 不是 老师我不是帮他吗 我们两个不是要参加校园猫网大赛吗 大庄挺大个体格 他能模仿谁呀 你 校园模仿大赛 咱班退赛 不是 老师你不用退赛呀 我们两个准备可充分了 我们奔着前三去的 你看我这道具都准备好服装帽的 行了 行了 咱说点正事吧 何欢 上课玩手机 那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呢 我到时候要看看你手机里都有啥 我说你别看 拿我照片当桌面 这整得还挺好看 你说是 那是大壮 不是 老师我就说像吧 我们肯定前三名啊老师 手机没收了 不是老师你别没收我老师 让你爸亲自来去 啊 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哎 爸 那个来学校一趟吧 手机让老师没收了 没收俩 何欢 现在请你一步到走廊 去等待你的父亲 谢谢 老师在模仿 你快点的吧你呀 这一天天 气死我了 喂 哎 侯主任 哎 我是小蒋 小蒋哎 哎哎 跟您说一下啊 校园模仿大赛 我们班就不参加了 啊 你们班不参加 哎哎 你们班有望取得冠军啊 呃 准备的还不是很充分 不可能 你们班的那个大壮 何荒的那个节目 张辉六侯 我看了三遍 非常好 尤其是那个大壮 模仿的那个张辉 啊 一瞪眼睛凶巴巴的 那简直是太像了 侯主任呢 嗯 他模仿的是我 嗯 不说大壮了 再说说那个何欢 啊 何欢模仿的那个小猴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又蹦又跳 戴个金丝眼镜 留个小胡子 手里还拿个大水杯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小猴子啊 说着一口便脚的上海话 哎呀 这个小猴子我真的是 我 嗯 好 猴主任 我同意取消他们两个的参赛资格 哎 这是啥事啊 一天天的 哎 请进 蒋老师是吧 哎 我是 我是何欢的父亲 啊 何欢你给我站那 你就给我站在那个孙思淼和居里夫人中间 你让那个帕瓦罗弟好好看看你这个丑态 哎呀 早就想来拜访你 哎呦 太客气了 那我们叫何欢一起进来聊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不是你叫他进来干啥呀 你说他不配进来 你就让他在外面罚站 好好反省自己 站好了 啊 对对对 让他站着 对 那行 何欢父亲啊 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啊 啊 是是第一次啊 啊 那何欢 长得可真像啊 是啊 我长得能不像我儿子吗 啊 不是啊 我说我呀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也不对 不是啊 他是我儿子 现在我是他爸 这回对了 这回对了 对对 这回对了 那怎么还现在呢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几十年 您都是他爸 借您机言 哎 哎 既然您来了 那跟您说一下何欢的近况啊 哎呀 这个老师 何欢的近况我太了解了 就是手机被您给没收了 您这样 您把手机给我 我回去一定严格管教 哎 不光是手机的事 何欢父亲 为了接下来我们能够顺利的沟通 我觉得还是把何欢叫进来 是时候啊 我们敞开心扉 好方的了 不是那个老师 你这样 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啊老师 他有啥心呢 不是这样老师 他不配面对面跟你交流 你这样 我想着好不好 你这样 你坐在这 好吧 就是那个 我站在这 他在那 就是我在你们两个中间 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 就是你有啥问题 你跟我说 我替你转达 你看他举手赞同了他 行 那您帮我问问他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他点头了 那以后还会犯吗 以后还会犯吗 他摇头了 那你让他好好说一说 自己都错哪了 说一说吧 你自己 说一说吧 自己错哪了 老师想听你说话 老师他哽咽了 哽咽 哭了 对对对 那我出去 不是老师 你不用说 不是老师 你出去带上 我去看看他 孩子怎么还哭 蒋老师 蒋老师 我对不起你 蒋老师 我在学校 我最恶滔天 我最大恶极王 那倒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老师就是希望和欢 怎么不至于 至于 不是老师没事 我说到一天上课 就长得没有用的 不好学习 和欢父亲 你消消气 咱把和欢叫进来吧 别在走廊里面喊 好吧 你要进来吗你 你让他进来吧 是吧 老师 我就不进去了 我现在没有脸 进这间办公室了 那你进来 老师出去找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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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他干啥 你这样好吧 你后退 好吧 怕见你一身血 行吗 小兔宰的 你一天就 爸 我错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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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碰我 哎 哎呦我天哪 不是 撒手 撒手 和欢的 坚持住老师来救你啊 不是 和欢的 哎呦我天哪 不是 不是 老师 没撞到你是吧 没有 你做老师 你也别见他 我不见他 咱俩谁也别见他 一棒就打不出个屁了 眼不见心不烦 谁也别见他 这个校服 我从他身上扒下来的 他就不配穿这身校服 老师我有个提议 把这身宝贵的校服归还给学校 好吧 你配吗 你不配穿这身校服你 哎 和欢父亲 你主要你现在呀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好不好 你别太激动了呀 好的 你主要不出去 我就不激动 我不出去了 我再也不出去了 好不好 其实啊 想跟您说啥呢 就是和欢平时在学校 除了上课不听讲 不尊重老师 欺负女同学 乱扔个垃圾 早到迟队 其他方面表现得还都特别好 还有其他方面吗 有啊 我最近就发现啊 和欢在理财方面 特别有天赋 你看 这是他的笔记本 写着 贴双眼皮 五块 甲睫毛 十块 美甲 二十 学生证 还有优惠 就这价钱定的 我都心动了 多有经济头脑 和欢父亲啊 和欢还在外面吗 你干啥 你又不出去了吗 你啊 我不出去 我是想单独地跟您说几句话 这次教您来 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跟你探讨一下 和欢在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 啥 我觉得孩子最近在学校表现得不好 可能是因为缺营养 他想吃肉 你看 我在他笔记本上 看到这样的文字 这月五号 我想吃鸡 六号 今天又没吃上鸡 七号 同学们都吃上了鸡 唯独我没有 八号 吃鸡怎么这么难 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吃不上鸡 啪啪啪 三个感叹号 和欢父亲 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 按理说你们的家庭条件 都能给孩子买俩手机了 就不能买一只手机吗 这就不是钱的事 这队友 我知道不是钱的事 一定是因为 你们平时工作太忙了 是吧 你来 你看 这个呀 是我给和欢 买的烤鸡 我呢 怕我给的 他不好意思要 你拿回去 就说是你给他买的 以后和欢吃鸡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 我不光给他买烤鸡 我还给他买 大盘鸡 辣子鸡 叫花鸡 实在不行 我给他炖鸡 我保证和欢以后 天天都能吃上鸡 好不好 不是 江老师 你说和欢天天气你 他的学习成绩都那样了 他把他自己都放弃了 你说你还这么关心他干啥呀 和欢父亲啊 你先坐下 请坐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呢 我不同意 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 去衡量一个孩子 其实在我心目中啊 每一个孩子 都像是一颗种子 只不过花期不同 有的花呢 它就开得早 有的吧 它就开得晚 像我们作为老师跟家长的 需要耐心等待 江老师 那和欢什么时候开花 和欢可能这辈子都开不了花 因为 因为 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江老师 你觉得它能成为参天大树吗 只要它相信自己 就一定可以 成为参天大树 来我们把掌声给和欢和时茅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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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